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将连续五年举办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这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比赛 国际赛事 担任接下来陈金和谢雨昕这场比赛主裁的是郑三良 从198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就开始创办 最后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呢 在广州举办了六年的比赛 从08年开始到上海来举办 现在陈金和谢雨昕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陈金在上一轮比赛是经过非常艰难的争夺 战胜了一名泰国选手2比1 战胜了塔农萨克 那谢雨昕呢在第一轮也是2比1 胜了中国的一位小将陈天宇 头顶突击直线 这次比赛对于陈金来说还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挑战 因为他有一些伤病在身上 现在的整个人也非常的疲劳 因为全云会包括全云会的比赛 还有这个世界雨联的比赛都打了很多 已经进行了一年 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这个伤病都是比较严重 这次比赛之前还一度在犹豫是否还参加这次比赛 最后还是决定参加比赛没有选择放弃 机会好球 有时候这个场上一些技术的差别呢 还是显示出这些一流选手 二流选手之间的一定的这个差距 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像谢雨昕刚才这个球 虽然是在被动情况下 反拍过度 但是回了一个半场 这就体现出他和像林丹啊 这个李宗伟这样的顶尖高手 相比的一个能力上的差距 所以像林丹和李宗伟这样的顶尖选手来说 即便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那种过度还是能够打得比较到位 很难有什么漏洞 5-4 車滾往而過 一个运气球 笑语性面对世锦赛的亚军 陈金 在今天比赛一开始阶段还是表现得毫无聚色 他的身材也不是很高 跑动呢步伐很灵活 也是显得技术还是比较全面 五 六 好球 这台声语性打得比较漂亮 平抽之后抓对方挡网的这个球 长网很快 滑板的一个假动作 现在整个反手底线呢还是能力要差一些 他的头顶区还是显得比较薄弱 陈金的比赛开始虽然只打了这么七八分 但已经多次抓住对方的这个弱点 他一个头顶区比较弱 然后形成反派过度的时候呢 这个回球质量都不高 很容易给对手机会 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点煞 选性防守很顽强 前面一拍比较难的球 下意识地扑出去 救起来了 但是接下来这一拍球突然打向追身 自己手上的拍面角度没有掌握好 结果挡出界有些多 印尼选手索尼 那上海这些天的气温还是比较低 在零上几度只有几度 选手们在这个不打比赛的时候都穿着厚厚的棉服 打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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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好